大家好我是Mirror 超級開心 我明天又要飛了 這次就是會飛馬來西亞 最近幾乎是一個月裡 坐4次飛機 真的有點誇張 因為我和Josh其實也有討論過 就是之後我們可能會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之後可能懷孕那年 嫁小朋友可能一兩歲 可能三年時間可能會沒有那麼自由 所以其實我們今年的其中一個小小的 什麼目標呢? 就是去多些不同的國家旅行 今次去馬來西亞是去KL 然後我也出了Story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好推介 要多...多謝大家 去吃辣椒板麵 鬼仔巷裡面的冰泉茶室可以去試試看 重點是因為我出的那張照片 是我在泰國穿著外套穿著長褲影的一張照片 最好是穿短衣短褲 而且一定要足足防曬 可以穿多短就多短 好 然後這個是新買的旅行行劫 這個紫藍色 重點是今次特意換了不同的款式 就是它可以這樣躺在這裡打開 就不是一半那種打開 它這邊其實也挺平的 然後可以放一些口罩 一些濕紙巾那些東西 然後這邊呢 就這樣看上去都好像很深 而且這裡還有多條拉鏈 就可以再闊一點 我聽很多人說 都說這一種的旅行商 可以再放得多一點 所以今次馬來西亞chip之後 開始就用這個行李箱了 然後撿衣服 廣告整天看到壓縮收納袋 總是可以有深度 可能用袋一兩次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它好不好用 然後今次買了一個新的放衣服的盒子 然後上面這層就是耳環 下面是放頸鏈啊 手牙手鏈 然後這些藥啊 製品啊 我都會帶得比較 夠一點 多一點 以防萬一 漂完頭髮之後 一定要好好更加護理 雖然我髮型師就說 因為想我可以繼續保持久一點的化色 他叫我盡量可以的話就不要洗頭 我覺得在韓國呢 可能可以的 但是我去馬來西亞 每天三十幾度 根據在泰國的經驗 每天都是全身濕透出汗的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可能不洗頭 這個就是我用在廁所用的袋 可以下妝啊 洗臉啊 這次的化妝包真的是 奇小 因為經歷過上次泰國之旅 最後那幾天呢 是熱到完全化不到妝 所以我這次的化妝袋裡面呢 就是有唇膏 可能眼線筆 眉Gel 還有最最最最最重要 不可不戴呢 就是 防曬 塗防曬這個習慣呢 維持了很久的 真的很重要 防曬是護膚的最後一步 因為防曬除了防曬黑之外 最重要是防曬露 大家知不知道八成的老化 都是來自光的 我之前常看過一個老司機 他駕車駕了三十幾年 然後他左邊面是長期被陽光曬著的 結果三十年之後 他的左邊面全部都是皺紋 塗防曬等於白塗Skin 其實十年 防曬有分兩種 有分物理防曬和化學防曬 但是物理防曬有個通病 就是塗上皮膚之後呢 會很厚身和有中 很假白的 所以相對起來呢 我就喜歡化學防曬多些 因為化學防曬裡面的防曬成份 是會滲入皮膚 然後再吸收分解紫外線的 但是同時都擔心會不會對皮膚不好呢 其實有機會傷害到皮膚 導致我們皮膚敏感的 然後終於 最近被我遇到他 SUNPLAY的物理防曬 真的天天塗都不會傷皮膚的 他最燒到我呢 就是有一個主要的防曬成份 它的原理就是 我們皮膚上面形成一個屏障 可以直接反射到UV 所以可以全方位防止 UVAB進入我們的真皮層 我最喜歡他呢 就是因為不含綠帶紫敏成份 像我這些很容易敏感的皮膚 都適合用的 所以如果要天天塗的話呢 都建議選一些不傷皮膚的物理防曬 它的肩膀的程度 真的有令我懷疑自己 是不是忘了塗防曬 因為它塗上臉 真的很輕薄 就算立刻用了紙巾 打上臉 它也是完全不黏黏黏的 對比起又白又厚重的 傳統物理防曬 整張紙都差不多黏著了 另外呢 也有藍色這一款 就是自然體涼 粉紅色這一個呢 就有3分1調色 底霜和防曬功能 裡面呢 也有Invisio的隱形技術 所以它的質地 是比一般傳統的物理防曬 是薄透很多的 像Josham 平時他不喜歡塗很黏黏的東西 但是他也有乖乖 主動拿起藍色這枝來塗 其實我之前去上網找資料的時候 我都看到這個Sunplay的物理防曬 是好出名 是好多好評 我看到它推出了沒多久之後 就成為物理防曬的No.1 那我今次去馬來西亞都會帶這兩枝去 那這枝呢 就被Josh用了 那我自己就喜歡用粉紅色這枝 因為它有一個輕裸妝的感覺 給大家看看塗上面之後的效果 看到塗之後呢 有一種粉嫩粉嫩的調色效果 比起我未塗的這邊膚色 是有光澤均勻很多 那另外那邊呢 試一下塗上平時用的Cushion 會看到其實兩邊呢 感覺都是差不多 所以呢 一枝防曬就等於好像化妝一樣 而藍色這一款物理防曬呢 質地很透薄 是不泛白 一塗就沒有了一陣黃氣 好像自帶曝光燈那樣 可以自然體諒你的皮膚 看到皮膚呢 是超有光澤 那最近韓國已經開始回暖了 下午時份呢 其實有時都挺熱的 那但是塗足全日十幾個小時 都還是覺得很舒服 完全沒有粒妝 那所以是非常之推介這個 日日用都沒有問題 對皮膚是完全零負擔的 物理防曬給大家 那由即日起去到5月9號 大家去Watson市買Sunplay物理防曬兩件的話 就可以享用55元的Coupon 詳情可以留意INFOBOX 早安各位 現在超早 覺得在韓國住的 其中一個不好處就是 去東南亞地方 專門變長途機 在香港出發的話是別短途機 今天飛去馬來西亞 好像是7小時 記得做好防曬 我今次是搭AirAsia 今個同班是超級少用的 AirAsia是延航 本身是沒有包飛機餐的 但其實也有提供食物 你可以事先上網訂 或者是現場都可以買 已經有個Menu 但我剛剛找到 AirAsia有個飛機餐 是超級好吃必吃的 就是這個拉斯里麥 然後那些飲品也很棒 有Coupon Americano 有這個正多飲品 拉茶也有 也有蛋糕 不過我們剛才上機之前 其實在cafe買了一杯咖啡 我們臨上機之前 就剛才說是不可以戴上機 原因就是因為這裡有賣咖啡 所以我們臨上網 立刻喝光才上機 剛剛發現有這個 all-in-one的套餐 有一個大尺寸的拉斯里麥 然後傳銷 再加飲品 還有甜品 是35 大馬拉茶 但飲品原來全部都是用粉 或者一包包的飲品去沖 剛剛空姐拍完的時候說 我也吃過覺得很好吃 這個野香味 哇 應該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飛機餐 是不是這些味道濃的食物 做飛機餐特別好吃 因為我記得好像很多空姐都分享過 是說 印度餐都很好吃 但印度餐原來都是香料很重 突然間令整個旅程 只是個開始已經超美 嘩 其實超硬 新行李箱超級異形 看有沒有損傷 準備現在去坐車 但我聽說 剛才拿完行李的時候 不是要過X-ray的嗎 行李那條帶 中間有個不小的空隙 然後我的背包就放進去 但我相機裡面有很多相機 嘩 真是希望沒事 嘩 這裡也很多東西吃 這裡多有Juicy 這裡又是鹹點 炒飯炒麵也有 上去機場裡面已經覺得很熱 西瓜波龍 我們現在叫Grab 要來到多一個 LV1這裡 第一次來的時候 馬來西亞朋友跟我說 在機場上出市區 最安全的一定是叫Grab 最好就不要上這裏的的士 但我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是這樣 我們在泰國的時候 是溝通不了 我們叫Grab 好像叫了半個多小時 但現在在另一方面 你喜歡泰國還是馬來西亞 現在不知道啊 I just arrived 很快 I'm still at the airport ok 你現在在那裡做什麼 這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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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Durians 沒有Mangostins Please 現在進來室內 都是覺得不大冷氣的 很好的 比我們最頂樓 我們這次不是選酒店 我們選了Service Suite 有客廳 有電視 最重要是有廚房 廚房是可以煮東西吃 當然有多士路 微波爐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床 Tower 背後呢 旁邊又有棟建築物 然後這個是廁所 好了 我的廁所也很大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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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的 現在已經4點了 然後呢 打算休息一下 就會出去覓食 我想說呢 我這樣塗完這個防曬 12個小時 在機上很乾 也有睡覺 但也覺得臉挺舒服 沒有負擔 然後剛才一下機 又這麼熱 其實現在開始爆汗 但也好像沒怎麼脫 雖然它不是睡 但它的妝感 一直都還在 沒有什麼脫妝的感覺 很緊張 現在呢 搭出了酒店了 我過馬路的時候 現在很緊張 左邊背袋 然後Joss會在我旁邊 還有我長期會這樣 抱著那個袋 我想想馬來西亞的天氣都挺飄伏 我們下機的時候 是大太陽 然後我們剛才在酒店的時候 忽然間行雷閃電 忽然間出來呢 又發現 天白雲 我認得這條路啊 我之前有來過 好了 我們來到阿羅夜市 阿羅後巷 去吃東西之前呢 我想來這裡打卡 很多這一種的 street art 拍照會很漂亮 我想拍的 樓梯 沒有啊 在這裡啊 但是它超多塊板圍住了 認得地板 是不是太多人打卡 所以它圍住了 還是它要蓋東西呢 我想說這個藍色也挺漂亮 但是很多垃圾啊 其實是人家的後巷 是廚房後面來的 黃阿華 但是這次不進去了 因為好像要叫很多東西吃 但是真的超爆的人 好像連續三間店舖連在一起 蟹汁 冰來的 不行 我記得這裡有個炸榴槤 是很好吃的 是嗎 炸波羅蜜 我對上一次的記憶是超級良好 這個是核來的 然後這個是榴槤 難道 難道 我明白了嗎 買熟 買熟 有些粉稍微有點厚 這個榴槤是爆漿 好棒啊 好像是把榴槤做成果肉 然後拿去炸 不是整個榴槤 我拿去炸 不要放在我的榴槤 哈哈 香蕉和榴槤很失 其實沒什麼記憶 但比想像中是小街頭的食物 我們走走走走 那些有點不對 因為我們本來想吃小食 然後找不到 看到很多是泰菜和中菜 那時候有一點失望 所以隔離街就找到這間 Malaysian Indian food 就叫做TGS 然後突然間進來覺得熟口熟面 然後發現這裏是上過韓國的某個中藝節目 坐著 看到很多好的平原 而且店員很不錯 那這裏是沒有冷氣的 是有風扇吹的 外面有很多人叫了Rotty Dissip 我們也是 其實我幾年前來八星期的時候 我吃過一次 但是呢 補曲比我想像中是矮很多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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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扶著 它是又脆又軟的 嗯 其實它應該不會很飽 因為它真的超薄 其實它不點煉奶也很甜 這裡有糖 原來有撒糖在裡面 嗯 嗯 看起來會更重 鮑薄餅吃 是有留著 都叫了個五二個 但是呢我轉了做可粉 少少辣 有一點甜汁的炒可粉的味 但是呢 它整個那些消息都是很脆 我想說是煙韌的 它只是剛才尾味的那部分是煙韌的 吃一下想吃一些厚身的薄餅 67萬超抵 剛剛吃吃下飯遇到觀眾了 我跟她說這東西挺好吃的 然後她說 這裡很出名啊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這次完全沒做的工法 明天去哪裡其實我們都沒計劃 有時候不計劃 反而可能會去到一些好吃或者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這種就是旅行的趣味 沒有啊 有去皮的龍眼 戴龍眼都是哪一邊吃才好玩的 啊 原來它是頸果汁的 OK 好刀髮 好刀髮 Q 哇 超重啊 拿一條西瓜 嘗嘗味 我覺得有點酸味 我想過我們剛剛回來酒店 想著休息一會兒再出去 想下雨啊 暴雨 我們酒店很近Pavilion 我們來Pavilion其實為了搶錢 謝謝 兌了2000港幣 應該夠花了 這次來 我覺得真的超級爆大 是走極都走不遠 感覺是Polex的2-3倍大 如果又覺得天氣熱啊 又不想出去 又曬雨林 那樣呢 他不然應該都真的可以消磨很多時間 對 十五萬三春 嗯 十五萬人 一月會 可能因為Qolex又有水族館 又有好好的表演場地 所以可能那些位置佔了很多地方 這個好漂亮啊 那個也好漂亮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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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 哇 好像我們去過這麼多地方 最便宜是加拿大 小軍面 便利店 Ice Dote Hot Dote 哇 他們的便利店有很多不同的東西賣啊 哇 這邊簡直是生活百貨一樣 冰鮮也有啊 沒有冷氣啊 現在 爆汗 因為呢 剛才那個人KK 真的沒有這些熟食 我們還有他們買這兩個吧 原來在這裡選卡的 不用說話都可以啊 適合他們的眼影 哈哈 究竟雪凍了的椰青會不會好喝一點呢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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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子水變壞 熱度變壞啊 我覺得應該不能喝 我明天應該不會喝吧 乖乖吃我的龍眼 龍眼沒事 剛才試過 正常甜的 但不是特別多汁 好啦 剛才吃了很多龍眼 明天呢 要出門去吃真正的律師禮物 而且明天呢 有著Angeline一起陪我 好啦我們在明天的Vlog見啦 Bye